我们就继续转到关于政治信息是较高的教育水平的函数的论点上来 就是说是较高的教育水平会影响到大家对政治信息包括政治参议度等等问题 那么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似乎是可以正确的 比如说十分明显的是一个文盲它可以有坚定的意见 但它很难有掌握实情后的这种意见 它的这个政治信息是要打折的 同样如果教育包括政治教育则对实情的掌握和意见 必定是同步的增长的 但是呢一个人可能文化水平很高 可是在政治上仍然是个白痴 没有什么强制性的理由 认为啊这个普通教育水平的提高 会特别的反映在了解政治的公众的增多上 却有很好的理由去解释 为什么情况并非如此 因为信息是每个人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的一种成本 比如说我现在我觉得我教育水平还算是高的 是吧 我对政治也有很多的洞察力 但是反而我对于很多的这些政治的信息是什么 我反而是上市关注的兴趣的 因为我觉得这些信息翻新来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呢我长期不关注 我肯定对于政治的敏感性就会这个降低 是吧 那么另外呢获取一个部门的信息 就意味着你要忽略另外一个部门的信息 可以说由于政治影响每一个人 这就使得政治成为这个原则的例外 然而成为知情者并维持这一状态的成本 何时变为报酬 并不固定 需要积累很长的时间才能够看到 由此可见了这个政治信息的分配 就像其他领域的分配一样 在人口当中会成为不平衡和不连续的分配 用康复斯的话说 不难理解选民为何在政治信息上极为缺乏独立性 因为大众选民的上层和下层之间 把精力花在政治上的成本和效益之比 他们会有明显的变化 归根到底 即使人人都受过五年的大学教育 就有理由期待人口当中的政治觉悟会有显著的变化吗 显然我们不能这么认为 普通教育不太可能培养出政治教育 得到明显改善的工作 这一点可以由另外一个考虑来加入证实 就是让我们把这个受过政治教育 给他不但定义为是懂政治 而且定义为是一种认知能力 那么就认知因素来说 熊比特曾经十分重肯的提出 他说典型的公民只要一进入政治领域 他们的思维能力就会降到更低的水平 他将在他的现实利益范围内 以随时准备承认自己的幼稚的方式 去进行评论和分析 他再次成为了原始人 他的思想变得易于人云易云 易于受到感染 我觉得很好 就是有一句话说得好 就是每个人都是苏格拉底 那么几百个苏格拉底在一起 都会变成全部成为白痴 是吧 那么还有我们知道很多的像海德格尔 像这些人 包括萨特 为什么他们的政治判断 令人低下得令人发指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是吧 所以说熊比特的这番话 并不是言过其实的 只要我们走出自己的工作领域 思维能力的下降就是一条通则 他的原因十分明显 也就是说我们真正理解的事情 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事情 我们真正掌握的思想 是我们有能力去自己表述的思想 天文学家讨论哲学 化学家评论音乐 或者诗人谈论数学 其所言绝不比民意调查所询问的 普通公民的话更有记忆 不同之处在于 一个专家在其他专业领域 一般都自认无知 而公民却往往都被要求去 关心政治 在普遍的能力低下当中 他不再能够认识到 自己的能力低下 因此不同之处是 在另一些我们无知的领域 我们是不敢说三道四的 而在政治领域 我们每个人都被鼓励 要去充分发表意见 要去说三道四 熊比特的观点意味着 政治领域并不是典型公民 真正关心的领域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这种情况不能改变吗 我们刚才提到的康福斯 他用成本效益的语言 评价过这一问题 尽管他的方法 是有些狭隘的 布尼坦的一向相同的考察 也指出 普通公民缺少刺激 所以不会变得 哪怕是适当的了解实情 在私生活当中 钞票的紧缺 影响着理性的考虑 人们在家政预算中知道 一些东西多 就意味着另外一些东西少 布尼坦在这里 就把政治人比作是经济人 他以此为基础 实际说明了两点 第一点 政治不像 也不能像经济那样 给每个人提供报酬和刺激 布尼坦指出 这是形成参与 观念的主要障碍 另外一点 与促使人民了解政治无关 而是解释了 为什么 以及在什么意义上 家政 也就是经济规律 所要求的理性 不适合于公民 这种解释呢 非常简单 也就是公民 并不用付钱 多数情况下 他的行为结果 对他个人没有直接的影响 就是在政治公共领域 是吧 不需要付出成本 不需要自己买单 那么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来 总之 在清除那些不利于 籍外人 而有利于 籍内人的障碍的过程当中 我们几乎没有注意到 必要条件 和充分条件的差别 读书实质 或许是真正公民的 必要条件 但一个人可以受到的教育不错 但却对政治知之甚少 同理 得体的生活水平 也是一个必要条件 可是参与政治 并不随着财富的普及和增长 而又显著的增长 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上 当20世纪初 公民的选举权 得到扩展 或者全面推行时 参与普遍的有所提高 可是随着投票习惯的养成 这个参与又倾向于下降 对于不同时间和国家 这一变化的差别 能够做出的最好解释的一个因素 就是政治赌金 在人们看来 是高还是低 因此尽管我们已经做了 一个多世纪的努力 看来我们在使冷漠的公民 与积极的公民 只比向更好的方向改变上 并没有起得可观的胜利 如果要断言我们的治疗 已经是普通公民的行为 有所改变 不免是失之草率的 那就不要太盲目的相信 我们的素质已经提高了 今天就像过去一样 民主制度当中的公民 在大多数情况之下 并不知道政洁之首在 不知道提出了什么方案 以及可能的结果是什么 他甚至不知道 谋取公职的候选人的主张是什么 那么以上关于各种发现的意义 已经说了这么多 下面一个问题就是 对于这些发现 我们的民主理论 到底应该怎么看待 既然我们在这里说的理论 是选举式的民主理论 所以在讨论选民干什么之前 我们先想一想 选举到底是干什么的 简单的说 选举它并不制定政策 选举只是决定 由谁来制定政策 选举不能解决政单 它只是决定 由谁来解决政单 那么罗伯特达尔 他就恰当地指出 他说严格来讲 一次选举所显示的 仅仅是某些公民 在竞选公职当中的第一偏好 因为在一次普选中 对候选人做出第一次选择的多数 我们很难把它理解为 是对某项具体政策做出第一选择的多数 说实在的 选举所显示的东西 可能比达尔所认为的还要少 因为选举时常 甚至不反映第一偏好 或者第一选择 此外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阿罗的投票悖论 也意味着 从多数的决定 并不反映多数的偏好 或者选举不能反映的 选民的社会偏好 这个意义上来说 他们也很可能是虚假的 就是所谓的这种第一偏好 第一选择 这个选择偏好本身 可能就是虚假的 那么如果这就是选举所表明的 或者未能表明的东西 那么当选民投票的时候 他是在干什么呢 也就是说他为何投票 他以什么作为根据和标准 由于投票行为 是因人因事而已的 在不同国家也十分不同 因此整个画面 我们最好以两个模型 做出说明 在第一个可以称为 就分歧进行投票的模型当中 它的顺序是 第一针对分歧的偏好 第二分歧的认知 第三投票支持 看起来在分歧立场上 接近的这些候选人 或者政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模型叫做 党派认同的模型 而它的顺序是 第一在一个左派右派 进步派保守派 或者以分裂为基础的系列当中 去确定自己的立场 第二理解什么是党派形象 第三投票支持得到认同 也就是在相应的顺序中 较为接近的政党 不用说这两个模型 他们只反映了有限的情况 其中的实际投票者的实际行为 很可能表现出多种标准的混合 另外呢 选民可以投赞成票 从肯定未来的立场来看 也可以投反对票 投票者也可以不表达他们的第一偏好 或者喜好的偏好 而是表达他们最低偏好 或者最不反感的偏好 比如说他们仅仅是不想浪费他们的选票 那么根据出浅的常识 我们可以说 在分化不严重的两党制政体当中 就分期进行投票 是可以找到最适合的土壤 而在多党制民主的社会当中 尤其是在政体的意识形态的距离 和分化增长的时候 这个投票就未必能够出现 这样的投票的一种分期进行投票 就未必能够出现 或者它很难真正的实行 这个不管如何 选民显然是一个杰出的三凡就检者 选民都些麻烦 最简单的来做 那么选举它只是从含糊的意义上 说明了如何去统治 它主要是确定由谁来统治 还是要补充的是 无论是对一期一票制 还是比例代表制 情况都是如此 那么我们是否应当寻求 更敏感的选举方式 使得它在具体的政策问题上 比使用多数意志的方式 能够更好地显示民意呢 或者说现成的所有各式各样的方法 都像其使用者一样不完美了 那么我们觉得选举方式所反映的 与投票者必须说的其实是一样多的 为了探讨此事 让我们就转向理性的投票行为这个问题 那么不夸张地说 迄今为止对理性的投票者这一概念的论述是贫乏的 就像康福斯指出的 投票行为的研究不是未能明确界定理性 就是试图把理性定义为能够做出选择者所认识到的 或者预期到的效用最大化的选择 就是把理性作为就是效用最大化 那么这一定义呢 只能给我们一个重言识 就是同意反复 好像行动者决定采取的任何行动 就必须使他所认识到的效用最大化 不然行动者就会做出其他的选择 根据以上对理性的这个定义 任何选民当然肯定都是理性的 是吧 那么但是我们对此有理由怀疑 为什么效用最大化一定就是理性的 假如我投票支持不工作也拿钱 相信这一提议能把我眼前认识到的效用最大化 无论从理性意思的什么意义上来说 如果把这一提议实施于全体 那么你能说我算是理性的选择吗 事实上认识到的效用 这一对理性的定义 只适用于个人以及受市场机制制约的 与个人有关的决策 而不适用于像政治决定那样 实施于全体的影响集体的决策 投票赞成不工作也拿薪水 这不但对集体 而且对作为集体议员的我本人 其实都是极不理性的 我们回到具体的问题上来 采用理性因素的投票行为研究 把理性投票者等同于就分歧而投票者 可是他们没有给出充分的证明 除了考虑各种分歧 往往被融入不容易再分开的 一揽子的分歧解决方案当中 比如说政党的政纲 为分歧而投票者 他在两个基本条件下 将比政党认同者更为理性 一对分歧他有正确的认识 第二对分歧的解决方案造成什么结果 他有正确的理解 但是这两个条件其实是很难具备的 一个事实理解错误 而且对结果与手段的关系 又一无所知的就分歧而投票的人 怎么会比受到轻蔑的认同者 在理性上他会更加的优越呢 所以可见康复斯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 也就是说投票行为当中的理性问题 其实是不可能说清楚的 而且可以进一步的说 我们根本就怀疑他是否应当被说清楚 事实上如果选举式决定 由谁来做决定 这就意味着在选举式的民主当中 选民并不承担理性的承诺或者负担 因为这样的负担 已经被转给了他们的代表 从而也转给了代意志的民主 首要的一点是 在等待着要么不会明确出现 要么不存在的理性的公共舆论 就是理性的投票行为当中时 能自由表达意见的 独立的公众舆论的极单的必要性 却受到了忽视 可能有人会反驳说 这未必太不求进步了 但我们已经废了不少的口舌说明 这一必要性绝不是容易满足的 尽管如此的 理性参与还是曲解的现实 比如说他认为就分析投票者 他们是理性的 或者这种理性参与 他是对人民 从而也是对民主大厦提出了 不可实现的要求 上面这些讨论又使我们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对于有关公众舆论的贫乏 和投票中出现的严重简单化的发现 民主理论该如何看待 作者的回答是 尽管我们对选举的做法存在种种疑惑 民主理论对此还是有充分的准备的 选举式的民主认为 第一 民主要求以独立的公众舆论为先决条件 第二 他通过选举支持得到同意的统治 第三 这个统治又反过来对公众舆论负责 以上各条的事实与我们的证据并不矛盾 也不会被它驳倒 不言而喻 这一结论只能在下手假设的范围内才能够成立 那就是 人民作为选民 也就是说从选举前的角度 去行使他们的权利 如果我们坚持说 人民的权利不应仅仅是决定游衰器解决问题的权利 而且还应当是实际决定问题的权利 那么我们其实是在谈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 这种观点长期以来是跟古代民主和直接民主是联系在一起的 而现在又以参与式民主的名义 对它的期待又得到了复活 那我们现在就谈一谈参与式民主的这个问题 由于参与式民主至今仍然是个含混不清的概念 我们就用相近的和更为清楚的这个概念 使它明确起来 相关的概念包括 第一直接民主 第二公爵式民主 第三选举式民主 第四代义制民主 这个选举式民主呢刚才做了讨论 而代义制民主就目前我们的这个讨论要求来看 可以把它定义为叫做间接民主 在代义制民主下 人民不亲自统治 而是选出他们的代表 帮他们统治 至于说选举式民主 与代义制民主的关系 我们只要指出 选举式民主并不是代义制民主的这个充分条件 但是它的必要条件就够了 这也就是说 代义制民主的概念包含着选举性的民主 但是选举式的民主不一定包含代义制的民主 现代民主制度其实都兼有选举式和代义制 因此不选举代表的选举式民主是难以成立的 而另外两个概念 直接民主和公爵式的民主 我们需要更详细的解释 虽然直接民主可以简单的采用对比法进行定义 也就是它是没有代表和代表传送代的民主 不过呢 这一类别就显示出若干需要分别认识的次级的类别 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 其实任何的直接的民主 它都可以叫做是自治的民主 但是我们知道自治的意义 其实要大大的取决于规模的因素 直接的民主的意义和现实也是如此 字面意义上的真正的自治 其实就是直接民主 可以说只有在较小的团体 比如说议会规模的团体当中 我们才能存在 超出了议会的规模 那么最有意义的分界就是可观察的直接民主 以规模超出了直接可观察的 即规模比可观察的范围更大的直接民主 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具体来说 古代的民主可以说是可观察的 因为它能使人分辨出来 不仅是由于它把公民召集在一个地方 而且由于它的参与者的行为 也是可以观察的 满足这种可观察性的规模 也就是在几千人的范围之内 这一规模范围已经给直接民主带来了大量的间接性 实际上 把人民召集到公民大会 只代表着古希腊政体当中 这个壮美的一面 而且很难说它是有时效性的一面 因此古希腊民主其实只是部分真实的直接的民主 当我们谈到超出可观察范围的这种直接民主的时候 它的直接性就只是或者基本上是因为它没有设计为代意之民主而已 那么公爵制的民主的概念就有助于说明这一点 不言而言公爵制的民主是人民直接决定问题的民主 虽然它不是通过这个召集大会 而是通过非联系的利用公爵的方式 即使如此公爵制民主还是可以被理解为直接民主的一个类别 可以说公爵制民主提供了克服直接民主的规模和空间限制的这种技术手段 那么在这一点得到我们认可以后 还有两个把公爵制民主视为自成一类的震荡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公爵制民主就其排除了中介而言 它是直接民主 可是它失去了直接民主的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相互作用的直接性 那么也就是说公爵制民主是孤立的 无关联的个人的直接的民主 而不是相互作用的参与式的直接民主 这是个重要差别 第二个理由是公爵方式 也可以进入代意制的民主的理论和实践当中 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说公爵制民主就把直接民主和代意制民主结合在一起 并且实际使这两者融为一体 当然这也会引起一些误解 不用多说 当公爵被拉入代意民主的时候 它也要受到后者的统设 因此我们所说的公爵制民主不仅仅是利用这一方式 而且是指把它确定为民主的机制 但是有必要详细说明直接民主和公爵制民主之间的差别 我们已经知道的差别之一是 公爵中的行动者和选举当中的行动者一样 他是孤立的独自的采取行动 并没有辩论式的参与 他的深思熟虑并不通过能够形成深思熟虑的这种对话 于是讨论的启蒙作用就被排除出去了 但是在很多民主理论家看来 在民主实行讨论是优化政策的至关重要的环节 而诉诸公爵的问题 当然在公爵之前会在传媒上讨论 可是即使是公爵当中的决定者倾听了这些讨论 他仍然只是被动的听众 他对讨论做不出丝毫的贡献 另外一个差别与下属问题有关 就是谁安排日程和实际表述那些付诸公爵的问题 这个问题和我们前面的观点是相呼应的 也就是说直接民主的规模越大 它的真实性就越小 显然在公爵式民主当中 日程安排至关重要 但是很难相信它是按照直接民主的标准 是由人民自己来决定的 那么在勾画出意义辨别和定义的 各种民主的地图之后 应该把参与式民主放在这张地图的何处 公正的回答是不能放在任何具体的地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又可以放在任何地方 大体来说 这个参与式民主的多数鼓吹者 并不认为参与式民主应该消灭选举 或者绝对的取消代表 参与论者既是怀有直接民主的理想 也很少让他们的理论与直接民主论相一致 参与论者明确而一致的主张是 选举式的参与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参与 也不是参与的适当的地方 那么对此我们是同意的 把单纯的投票给它说成是参与 这仅仅是一种说法 它留给我们的是参与一词的笼统而乏味的含义 当然这种观点已经有很多人多次提出来了 说不上是什么新发现 而且它不足以证明参与式民主 是一种新的理论 甚至说它本身是不是一种理论的说法 也都是值得我们去怀疑的 那么这个理论的立足点和心颖之处就在于 它给予这个概念以中心位置 也就是它给予从确切而毫不含糊的意义上 理解的参与以中心位置 就是它把这个参与拉到了核心的位置 但是我们是同意的 恰当的理解来说 参与的含义它就是指亲自参与 也就是自发自愿的参与 也就是说参与不只是属于 仅仅被解决模式 更不是非自愿的被迫的属于 参与是自发的 所以和由他人的意志所触动 截然相反 就是说参与并不是被动联起来的 这就是参与论者的意思 那么从他们赋予参与的一切的品德上 就可以理解这一点 他们理解参与就意味着自主 自我实现 自我教育等等 所以说他们强化的是 参与本身的一种核心的含义 那么在谈到自治的时候 我们已经说过 这个自治的强度 是同空间和时间的广度 呈反比的 这一规律甚至更为直接 而天然的适用于 被定义为自愿亲自参与的 那种参与当中 它的强度 也就是它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是和参与者的数量成正比的 比如在一个五人的团体当中 每个参与者的作用是五分之一 那么在五十人的团体当中 每个参与者的作用就是五十分之一 以此类推 可见 参与可以作为一个 以分数表示的比例 给它加以操作 随着分果的增大 每个参与者的作用 包括它的份额 影响力和重要性 都会相应的减少 显然很少有什么概念 像参与者 容易的理解和定义 那么同样清楚的是 对这一概念 从应用和操作方面 加以定义的时候 它并不能提供参与者 想从他那里得到的东西 我们应当记住 这个主流的民主理论 从来没有忽视 被理解为个人主动参与的 那种参与 对于自愿接受的赞扬 有关多元群体社会的理论 政党和公会内部的民主 等等主张 所有这一些都构成了 赞美参与式民主 中心作用的大量的文献 参与就是微观 微型民主的本质 或者说 它为上层结构 也就是民主政体 提供了关键的基础结构 这一点从来没有被否认 我们所要证明的只是 随着数量的增多 随着我们从小团体一直上升到 政治制度的层次 参与便既无法解释 也不足以维持整个民主大厦 因此参与论者 如果指责20世纪60年代以前 参与是全部民主理论当中 受到冷漏的一部分 那么这一指责 其实是与记录不符的 如果他认为 参与在民主国家的特定理论当中 没有扮演重要角色 那么他可以说是正确的 可是这能算是一种过失吗 问题现在就变成了 在同样的工作基础 也就是巨型的政治制度上 参与论者能否比所谓的 精英论者干得更漂亮 那么我们下一章会讨论这个问题 这里只是简单地指出 参与论者越是强调 他的观点 他就越有可能变得 比他所攻击的精英论者 更加的精英主义 如果我们像参与论者 应当做的那样 认真严肃地看待参与 那我们就很难否认 只有在小团体的范围内 参与才是有意义的 和真正的参与 参与论者 比拨选举式的参与 是正确的 因为几万比一的参与 或者总数为几千万比一的参与 已经使参与失去了意义 由此摆在参与式民主论者 面前的两条道路之一 就是强调紧密结合的小团体 让他承担更重要的角色 但另一条道路就是 公爵士的民主 那么这种小团体 必须是紧密结合的 因为这是他存在和延续的基础 他也只能是小团体 要求他提供充分参与的 最佳的规模的话 很好 但是这不正好是 精英民主的含义之一吗 也就是说 较之于消极冷漠 不参与的大多数来说 人少反而能更好地办事情 更能解决问题 那么显然 对于参与式民主 有任何特点 这一问题上 我们没有做出回答 那么试图参照相邻的理论 尤其是直接民主 或者代意制民主 来确定这个理论的归属 得独立 所得出的结论是 参与论者同他们 都各有重叠之处 试图以参与概念为基础 重建 参与式民主的努力 则由于参与根本没有得到定义 从而难以把握 而受到了挫败 或者我们只能留给 小团体的民主 并且最终成为一种 有关积极而紧密结合的 小团体的先锋队的理论和实践 那么为了给参与式民主解围 使它自成一类 成为独特的新理论 我们还要探讨第三条道路 也就是沿着公爵式民主的道路 对它加以阐述 到现在为止 我们还没有求助于人民民主 或者人民主义民主的概念 那么不管是以赞赏 还是否定的态度使用它 人民主义的民主在过去几十年 基本上一直是个 没有多少实际内容的修辞符号 因此我们并不认为 在最初的计划当中 加入参与式民主 以人民民主主义的比较 会有任何收获 用混乱无法澄清混乱 不过在这里我们可以指出一点 就是对于在什么场合 赞成什么样的参与这个问题 参与式民主如果不从正面 确定自己的立场 那么他的日子也不会比 人民民主主义者的这种理论 会好到哪里去 好 我们下次再讲公爵式民主和支持 听众 with公爵式民主义者的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